小时候妈妈让我去扫地 我不去 她说扫一次一块钱 我屁颠屁颠的把地扫了 向她要钱时 她说要扫一个月才有 然后我傻乎乎的扫了一个月 结果她又说半年结算 初中的时候 我考了班上第一名 当我高高兴兴的回去炫耀时 换来的只是父母冷漠的表情 爸爸说道 班级第一名也配骄傲 如果你能考全年级第一 我就给你买最新款的手机 当时把我高兴坏了 于是为了最新款的手机 我开始拼命的学习 每天起的笔机早 睡的笔狗玩 放弃了跟朋友玩耍的机会 终于期末的时候 我考了年级第一 当我回到家 要爸爸兑换承诺的时候 爸爸却说 等你考上重点高中的时候 我再给你换最新款的手机 我再次问你好 为了让我考上重点高中 他们开始监管了我的学习 每天放学后回到家 对我说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 但我刚把作业做完 正打算拿手机出来玩一下时 妈妈就拿着一达试卷走了过来 她就以为我一直在玩 没有学习 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还把一达试卷扔给我 让我把这些试卷做完才能出去 有一次朋友来找我玩 手里还拿着两个自热锅 她想找我跟她一起吃 不但没在家 这是你花钱买的 你自己拿回家吃吧 就这样每次有朋友来找我玩时 妈妈都会对我朋友说 我没在家 慢慢的 我家墙上的奖状越来越多 而我却失去了朋友 失去了童年的乐趣 但情绪总有一天会爆发 有一天如往常一样 妈妈给我拿来了试卷 随口跟我说了一句 她给我每天晚上和周末都报了补习班 终于怒火冲出了我的天灵盖 我将试卷撕得很碎 对爸妈怒口道 你们都是骗子 骗我扫地 骗我买手机 骗我做完作业就能出去玩 骗我朋友 我没在家 你们的承诺都是假的 爸爸当时气急了 上来就是一巴掌 口里还说着 我们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现在不努力 以后难道想和戈壁村的张娃子一样 去外面捡垃圾过活吗 看看你那群胡鹏勾羊 有几个消息好的 很快我的反抗就被平息了 后来爸爸送我去上大学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酒店顶楼喝酒 爸爸搭着我的肩膀问我 那次爸爸打了你一巴掌 你恨不恨我 不恨 爸爸后悔了 小时候对你太过严厉 用假话来诱导你消息 我笑着对爸爸说 没有你的假话 我有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 但是欺骗式教育是不可取的 严重的会让家长丧失微信 变得不可信任